今天做猫耳朵 食材和做法都简单 两分钟就能学会 快要过年了 自己做些当年货 不加任何添加剂 吃起来也放心 准备150克普通面粉 用纯牛奶和面 先搅成絮状 加10克植物油 加油做出来猫耳朵更酥脆 下手把它和成面团 牛奶的量根据面团的软硬程度来定 面团要和得稍微硬一些 面团和光滑后先放在一旁 现在做红糖水 加50克红糖 拔着好成温水 温水更容易把糖融化 用红糖水 和150克普通面粉 同样先搅成絮状 加10克植物油 继续和成光滑的面团 火光滑后和拌面团放一起 盖上保鲜膜形面30分钟 面团洗好后先拿出一个面团 擀成薄饼 饼要擀得尽量切近方形一些 而且厚度尽量均匀 擀成2毫米左右的厚度就可以了 同样 红糖面团也擀成薄饼 大小形状也尽量和白面团一样 再对比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把它拿掉 在白面团上刷上一层红糖水 这样能够好的把两个面团粘合一起 把红面团放上去 稍微整理一下 让两个面团对齐 然后再刷一层红糖水 把面团卷起来 卷的之后要卷实一些 因为要放冰箱冷冻 我们把它切开 这样好摆放 把它放冰箱冷冻40分钟 别冷冻太长时间 不然切片容易掉渣 时间到了后 把它拿出来 切成薄片 切好一部分就先摆开 不然薄片花动容易粘一起 现在烧足量的油 油温到方筷子能迅速起爆时 把薄片放进去 然后小火炸 如果不喜欢油炸 也可以用烤箱 170度上下火烤20分钟 炸到像这样 表面微黄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的猫耳朵就做好了 非常的酥脆 喜欢的朋友试试吧 石头美食 天天美食 我是石头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石头 最好傷匆紧里我们潮往 Rosy 快走 照顶 小蜿莓